对于大家去打他脸的反应 然后到底打了几个脸 OK 嗯 其实这没什么好谈 因为其实这就是 在那边谈他我觉得有点不厚道 所以他可能也会看他演讲谈我 好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他在TEDES台北里面 他的演讲他是讲反核 可是因为其实他 因为核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 所以他可能会你用一些数据来谈 来支持他反核的立场 但是其实有些数据 他可能没有更新到最新的 或者是他引用错或解释错 那网路上有一群 他们比较对于数据 跟那个引用资料比较严谨的族群 叫做核能由约终结者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族群 那他跟杨思邦基本上是对立的 因为杨思邦他 他其实一边是反核 但另外一边他其实在塑造个人的形象 就是他觉得说 他就是恐袭嘛 就是他只要在国内 累积可能什么99场演讲 他就可以召唤神龙之内 他很爱属他自己演讲过几场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这个叫做慈悲的残忍男子 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好事 然后你就去认同他所有的事情 因为他虽然做了是一件好事 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理想 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也无常的付出 可是呢 当他里面引用的数据是错的 我觉得科学这时候就不能忽视 那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读者 需要被教育的地方 就是说科学讨论 他就应该要回归科学讨论 而不应该说你的立场是什么 然后才去判断说这个资料是对的还是错的 因为其实科学他非常的中立 他中立不在于说 提出科学证据的人 他的立场是什么 而是说假设不管今天永和 或是反和 他都可以因为科学提出去支持他观点的这个证据 那我觉得科学很重要的是 后面这个开放讨论的这一块 就是说永和他有自己的立场 没错 那反和有他自己的立场 没错 那各的帮都有科学研究 也没错 那我们现在缺的就是一个开放 让这两边有交锋 可以去就科学的数据去讨论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在台湾还需要再多方的教育 对那像杨师范的话 他的各 他的例子是比较独特 就是说 因为他的演讲在网络上被大家流传 就是像我一开始讲 所以我才想说要提醒大家说 他里面其实有些数据是你要保留的态度 所以我就回归一篇在Nforce上面的文章 那一则文章就是整理了杨师范跟留言终结者 这两边的交锋 就是杨师范的演讲 然后终结者说他哪里错 那其实终结者也有一些就是解读的错误 所以那一篇文章其实是两边都有 就是我觉得还蛮客观的 可是杨师范都会觉得说我切入的点是 他的演讲错 那因为这样有损可能有损他就是演讲的行销 所以他就很急切的追着这件事情打 那我们这边的处理方式是能处理 因为其实我有几个考量 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谈的 就是我的操作也没 我没有说错话 就是说我有一篇文章确实是讨论 那他有一件话他应该去回复这篇文章 而不是说过门讲他错误 那另外他还有一些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就是没有切入的点 所以他找其他点来打 比如说我们用他的照片 那他觉得说他有他的照片的使用权 而我们没有 但其实我自己也有去参加过Tennis台北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个照片是属于Tennis台北的 然后Tennis这个是公开的授权 所以你不能说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把照片撤下 那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其实很没有意思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跟他讨论 那他自己觉得说在我们这边就是没有切入的点 他如果公开回应的话又会被我们读者打脸 所以他就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就是追着我们打 那我们就觉得不太需要去大力的回复他 因为当你回复他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 他就可以塑造出一种 他是小虾米对抗大经理的那种形象 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冲情分数 然后其实这样也是在帮他宣传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能处理 那后来这件事情就渐渐的落魂 就是他自己去联络了那个那篇文章的作者 然后有一些讨论 那就不干我们的事 所以那件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还是这边有人要帮小师帮说话 也是可以 对 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 老师有什么课法的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脸书 我常常碰到一些外国的朋友 像这次我去那个光复南路 那边互数的时候 然后我去做那个职工 因为他们在那里说缺职工嘛 我就去 结果他 我本来想说去做那个静坐的排班就好 就是他缺那个联署的人 所以我就去在那 就是问有没有人要联署 那其中就有一些外国人 那我发现蛮多 就是说外国人的比例 还有我平常的接触 好像蛮多外国人 他们不愿意上脸书 说脸书有这个隐私权的问题 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 OK 其实这也是 台湾比较独特的现象 就是 确实就如这位朋友的观察 就是国外其实很多外国人 他是不上脸书的 那他们比较常上的反而是推特 就是其实推特也发展 比Facebook的长 那其实他 他其实更社群 因为他其实很多互动是 比Facebook更廉洁 比如说像他们有个文化叫Hashtag 就他们会下那个标签 那像半科学大家 在Facebook大家顶多就是下那个 8 然后Hashtag就比较少用 可是Hashtag在国外的推特很厉害 就是像以NBA来讲好了 就是大家在讨论某一个球星的时候 都会在他名字前面下Hashtag 所以这个文化在国外非常的盛行 那他们怎么去捞每一个球星 每天被讨论的比例呢 他们就去Twitter上面 然后这个Hashtag的球星 然后有多少则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大到 已经是一种Big Data的 那个等级的规模 那国内就是比较常依赖的是Facebook 而不是Twitter 对那Facebook的隐私权 确实是一直被人家讨论 然后Twitter确实隐私权是比较 你自己比较能主导 因为你其实公开的讯息比较少 对那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 我自己知道Facebook隐私权的问题 那我为什么还去拥抱他 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只觉得这很Traddle 你要的是方便还是公开 那我觉得你要公开 你要方便的话 你就视频有人在牺牲 那我觉得说就是 在我还可以容忍的限度底线 我觉得这些资料的隐私权 对我来讲是OK的 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不管他用我的资料去下口报 我自己是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我还是持续的拥抱Facebook 那另外一个不免除了就是 大部分人都在Facebook上 所以你如果在台湾不上Facebook 你就跟大家断连结 那虽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那个 社群软体来推 可是那效果就有限 所以我自己的权能是这样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有没有怎么样一个数据说 我们台湾用脸书的比例跟美国人用脸书的比例 OK 这很蛮好奇的 推荐给大家去看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Social Baker 然后他其实就是我记了几个大的社群平台上面的一些数据 那其中一个就是Facebook 然后当你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找说像Facebook 然后你by country 然后他就可以就是跟你讲说 每个国家现在Facebook上面用户有多少人 然后排名是多少 像第一名就是美国 然后第二名是印度 然后台湾其实排名还蛮前面有前20 就从这里就可以回答到你的问题 像我们最近在讨论Pepo Pepo他们的这个这些点阅率有想做一个分析 那我是想知道说在Pepo上面的点阅率呢 是多少来自国外多少来自台湾 就是说到底是哪些人在看 是可以怎么样来看他们 OK 其实我刚才前面有秀一个数据 然后我没有太细讲 那个叫做Google Analytics 那它就是一个Google免费的系统 然后呢它就是给你一个程式码 然后你把这程式码埋在你的网页里面 所以当大家来逛你的网页的时候 它的行为就会被追踪 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可以追踪很多很细的资料 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每天的独立马克有多少 然后造访料有多少 然后Pagebook有多少 这是比较基本 那其他的你还可以看说像新造访的人有多少 就是说假设这个月里面然后他是算IP的啦 然后就是可能像办科学就有47%的人 是这个月第一次来办科学 他可能上个月有来 可是这个月他被新记录 那他也可能是从来都没有来过 也会被这样被新记录 然后还有像每个网页他停留多少时间 那还有像刚才那位朋友那个问到的 就是说这些人从哪里来 然后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像地理位置 那地理位置它就是全球的尺度 然后你可以再点进去看戏的 那但是在台湾这个东西比较没代表性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它是算IP的位置 那其实那个台湾很多机房或是代理伺服器 然后像学网就是全国的同用 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内服超多人上网 可是对但是因为机房都在内服 对然后另外就是像现在有比较优化 以前啊在台中这边都是零 那就很奇怪啊台中怎么可能没有读者 对不对 而且再加上有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的精准度是40公里 因为它为了保护大家隐私权 所以你IP的追踪它只能跟你讲最确切 然后误差是差40公里 那在国外来讲是城市跟城市之间隔很远 所以没这个问题 可是像台湾的话40公里可能就差两个县市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代表性有限 可是如果你要看的是来自哪个国家 那这我觉得就可以参考 大概是这些资料 那要看PayPal他们有没有使用这个服务 有的话他就可以知道这些数据 那像PayPal的话 他是要在后台里面买这个东西吗 对就是每一页他都有个最中文的城市吗 每一页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现在网站大部分是这样 就是它有个模板 然后模板里面填什么内容是不一定 就是比如说我的文章页 就是我在阅读文章的时候 一定是上面有一排menu 然后右边有一排什么东西 然后中间它是我的文章 那城市是这样 就是他固定的东西就是叫模板 那他就在固定的东西里面买这个城市吗 所以不管你写几篇文章 这个城市都会出现在新的文章里面 所以要看PayPal他的后台有没有办法 就是去设定这个 那对工程师来讲 他一看就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我详细的操作不知道怎么做 我只知道怎么去解读这些数据 那你就可能要请教文业工程师 那你们有买吗 有 我们有买 所以我们有知道这些数据 所以你不是自己买的是 网路工程师帮你买的 因为我们做网站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进去了 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有做这件事情 那像我们个人的公民记者 我们是他帮我买好呢 还是我们自己进去买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网页 假设你是使用Google的部落格的话 那他内进就是有这个资料 不是我们是Peple的公民 Peple你就要自己买 那就没有办法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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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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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